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3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3 zip zip函数 它压缩你的数组 大家一起挤挤吧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最近我在写项目代码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经常要把几个数组 然后压缩一下 作为参数传到下面去 经常有压缩的动作 比如说我有A数组 B数组 这两个数组结构完全一样 而且还相关 但是在数组结构上 它们又没有相关性 我需要把它们两个数组之间 加上一个相关性 那么这个时候就用到了zip的函数 我感觉非常好用 今天的做视频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这么一个 咱们使用zip函数 将多个数组打包数珠都该怎么做 给您举个例子 马上看代码 我的知识的视频 咱们经常去短一好 大家请看 我这是不是有过Python的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NBA的球员 对吧 库里 勒布朗 还有杜兰特 对吧 这个是一个赤形的字符数组 对吧 同时下面还有一个年龄数组 库里今年32 对吧 如果我是十年以后再看这个视频 那库里就是42了 十年前的视频 现在是2020年 对吧 所以库里现在是32岁 对吧 然后勒布朗詹姆斯 35了 马上36 然后杜兰特是31 其实杜兰特跟库里是一年生的 对吧 只不过杜兰特生日晚点 是9月份生日 库里是3月份生日 所以说杜兰特 这个库里先到32 杜兰特还是31 这另外的话题 这不是Python的话题 好 那么咱们如果想循环这个数组 我既输出这个名称 名字 还要输出对应的球员的年龄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一般来说 咱们会怎么做 咱们肯定是做一个复循环 对吧 我复循环 然后给一个I变量 对吧 印谁 印一个认字 Python还得认字 然后再论 论什么 论一个数组的长度 这两数肯定是一对一 对吧 论一个长度 反而来是3 对吧 然后我这做循环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输出对吧 打印出来名字 然后加上一个下标 然后E字 再加上A字数组 另外一个数组名字 再加上一个I 对吧 这个前提就要保证 这两数组完全一致 对吧 好 那咱们先运行 这个代码看一下 实际结果 是不是咱们选到结果 这个方法写起来 就非常的麻烦 而且呢 容易出错 对吧 稍等 我进一下我的这个环境 容易出bug 这两天我的键盘 S键盘一直就不好用 我拷贝过来 为什么我的键盘S键盘不好用 是因为啊 这东西写的太多了吧 老Ctrl S存盘 所以说我的键盘 损耗最大就是S键啊 好 咱们存盘退出 马上运行 Ctrl L清屏 Python空格门 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库里Curry 32 对吧 勒布朗詹姆斯35 杜兰特31 对吧 是不是也能达到咱们的效果 是吧 但是这样写代码 很麻烦 大家请看 我用了一个Range函数 用了一个Lin 然后我再用两个数组 这两个数组还分别加个下标 这A字下面有没有这个爱 也不知道 对吧 存在着风险 那么怎么办 今天就给您介绍一下 简单的方法 使用这个Zip函数 大家请看 我Zip干什么 我压缩 我压缩谁 看 我压缩一个Name数组 再压缩一个A字数组 把它们压缩完之后 大家请看 还能没举气 还能印它 印完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印完之后 我得到的这两个值 是分别得到数组中的元素 它们的下标是一致的 它得到的并不是缩影啊 是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 咱如果用这一行写法的话 它会把每个数字里面 内容反合过来 对吧 然后我在这 我在下面就直接输出 大家请看 Name is age 非常简单吧 对不对 试一下 马上试一下 这个小技巧 我一定就要介绍给您了 这个特别的适用 而且这个小技巧 我很多同事都不知道 好 咱们马上存版退出 清平运行 注意看 效果一样不一样 完全的一样 看在码 对吧 我Full一个 然后Name Age In 然后Zip 把这两个数组一压缩 就输出了 对吧 非常简单 那么 它还有没有其他功能 当然有 咱们压缩两个数组 不解渴 咱们再压缩一个 大家请看 我这还有个得分 对吧 对吧 每个圈有自己得分吗 我的得分 库里我写着28分 勒朗詹姆斯21分 对吧 杜兰特得分稍微多一点 30分 行不行 好 勒布朗毕竟数太大了 咱们压缩完之后 咱们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 跟刚才压缩两个数组 完全一样 只不过在Zip的时候 咱们再把第三个得分数组加上 同时Full的时候 也把它加上 就行了 使用方法跟刚才完全一样 大家请看 我这输出 Name 谁 多大年龄 然后得了多少分 我用GOLD分数 因为我英语不太好 这样写 是能代表一个球员在比赛中得了分数吗 比如GOLD3 GOLD20 能这么说吗 这个我英语不太知道 实在是英语不太好 顾掌天准备学习英语 考拖一考 考拖一考 好 试试 清评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库里32岁得28分 勒布朗35岁得21分 杜兰特31岁得30分 怎么样 这个Zip函数是不是很好用 是这样 我最近在做计算的时候 我可能会得到好多的数组 但是我要往下传的时候 我需要Zip打包一下 再往下传 我用Zip这个技巧 感觉节省了好多的代码 推荐给您 希望您能够掌握住 Python3的Zip函数 这个小技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Python3 Zip 压缩你的数组 大家一起挤挤吧 好不好 OK 我的代码会放到GitHub上 有趣的朋友下载 您也运行试一下吧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